到25年會不會覺得就是 這麼晚才辦 會覺得太晚了 不會 就這樣兩個字沒了嗎 25年會覺得很久嗎 久的人都沒有上去那怎麼辦 做得好跟做得不好 路漾會被滿圓 你在乎的是過程 細節到最後的結果 還是你一直在乎結果的 都沒有人會是滿意的 所以你們想要做我的大陀生 你也不盡情吧 我已經那個免疫了 徐懷鈺正面魂影絲耍大牌標籤 爆料浪姐相處內幕 倒數三秒 我會開始努力把你忘掉 倒數三秒 Yuki自己就先說了 徐懷鈺10月7號 將首度公彈舉辦演唱會倒數三秒 近期接受三立新聞網專訪聊近況 現在上台演出還是會覺得緊張嗎 還是你說上台演出 不是一開始都會緊張嗎 誰一開始上台還不會緊張 他會啦 那妳的方式嗎 我的方式啊 我的方式沒有啊 就是先讓自己先抖一抖 先發抖啦 就是 你會緊張嗎 有沒有想過說不要唱 或者是 沒有 不要唱啊 而且其實練唱的話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練習 我都一直都有找 唱歌是我的第一次 大家最關心 莫過於今年去參加浪節的他啦 他也爆料室友陳奕涵的有趣故事 今年為什麼參加浪節 其實我也不知道 啊 啊 啊 對啊 就有機會 就公司就叫我去啦 我就去啦 公司說我可以做過功 我覺得 合適起來還蠻好玩的對不對 像跟大爸爸就是 早上你就聽到那種鼎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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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說誰 是誰 想說以待耳塞 然後我說 蛤 你怎麼還可以聽到我的聲音 我說因為你進去出來 進去出來 那會有對哪一個姊姊特別印象深刻嗎 印象深刻啊 好的 都還蠻多的耶 但你會講還是不要講 我會怕 我們沒有壞的 我會怕 我們沒有壞的啊 我們都還相處的蠻好的 此外被控訴大頭陣 耍大牌的他也正面回應了 所以以前報紙這樣我們其實蠻好的 其實那個刷大牌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蛤 沒有啦 開玩笑 我怎麼會信啊 但是我們在 我在跟我的那個那個什麼 宣傳在玩那個啦 宣傳主管 然後在玩遊戲 因為很無聊嘛 說不然我們來玩那個什麼 後舞的遊戲 像是那個會舞這樣 因為大家不是都說我這樣會舞這樣 對 他說那不然我也後舞這樣好 然後我就說 好 那依然有一次 就是你捏我 我會捏你這樣子 然後他就捏我一下 然後我就捏他這樣 然後捏完之後就變 刷大牌 我說 蛤 不是你先捏我的嗎 他說 我捏的那一怕可能不算 做得好跟做得不好 所以我也要被埋怨了 你再錄的是過程 細節到最後的結果 還是你一直在的結果論 都沒有人會先埋怨 所以你有沒有想要說我大陀真 你也不盡情吧 我已經那個免疫了